在台风来袭前 资深艺人文英昨天传出了噩耗 他的家属在昨晚十一点半也完成了怡灵动作 今天上午马总统跟夫人周美清 还包括了台北县长周习伟都到文英家中慰问 马英九在文英生命期间就一直想来亲自探视 但家属认为病情不稳 惋泻了 想不到再次见面天人永隔 而周美清跟文英倒是有一段水蜜桃情缘 今天周美清见到文英的女儿 两人情绪激动 紧紧的拥抱长达一分钟 紧紧抱着文英的女儿 总统夫人周美清强忍住内心的悲伤 旁边的大女儿已经哭到无法言语 周美清拥抱给温暖 时间长达一分钟 一大早马英九夫妇来到文英家先碾香祭拜 一旁的白饼饼跟文英说 马总统来看你了 你就要保抵总统 让他国台平安 凡事每个人都很顺利 大家驾驶大家都平安 一一跟家属握手 其实走在文英过世之前 马总统就想来探望 但被家属认为不适合而婉拒 而白饼也透露 其实周美清跟文英有一段桃子情缘 有一天美清姐要去买桃子 那刚好就碰到下车 就看到文英阿姨在那里买桃子 所以他们互相说 哎呀 这一摊的桃子是不是很好吃 那结果当时就这样的一面之缘 就到现在没想到是这样的见面法 生命之前才刚刚去完北海道 文英一直很遗憾没有环游世界 但是白饼饼说 生前被爱环绕的文英 现在已经在最好的地方 西方世界了 中文学罗配与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